平时生活习惯不好,血管里就可能出现一种小怪物,它可以随血液游走全身。 一旦会堵住血管,会导致血液的运输系统瘫痪,其结果是致命的。 这便是大家熟知的血栓。 除了饮食不当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以外,血栓菌也是血栓的重要导火索。 而血栓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两个最为隐蔽的藏身之所。 一,卧室里的血管杀手可能藏有大量血栓菌。 生活中处处都是细菌,但正常情况下人体有皮肤、粘膜等保护不会受影响。 而如果划破了手,有口腔溃疡等,细菌就容易进入到血液内。 细菌进入血管后,可以撕开血管内皮细胞,导致内皮受损,从而引发血小板聚集,逐渐形成动脉硬化板块。 所谓的血栓菌不是特质某一种细菌,大部分细菌都可以损伤血管,尤其一些特定的细菌,比如链球菌还会停留在心脏半膜上,导致心脏半膜关闭不严,引起急性心肋膜炎,心脏衰竭。 血栓菌特别不稳定,它可以随着血液到达全身各处,增加脑梗塞,下肢梗塞,肾梗塞,内脏系统,梗塞风险,甚至引发生命危险。 血栓菌哪里来的? 很多人搞卫生时,都容易忽略一个地方,枕头。 其实,经常清洁不到位的枕头,往往就是血栓菌的聚集地。 北京卫视,我是大医生栏目,曾经对四位嘉宾的枕头进行采样,并送往北京宣武医院检验科进行细菌检测。 结果发现,有两位医生的枕头上就存在大量有害细菌。 在各种枕头中,乔麦枕相对更容易滋生有害菌,其次是鸭绒枕头,最后是海绵枕头和乳胶枕头。 看到这里,大家就明白了,枕头一定要常换,最好每一至三年更换一次,每三个月清洁一次。 乔麦皮枕头,要把乔麦皮倒出来,放在阳光下晾晒。 羽绒枕,海绵枕等可以选择晾晒。 建议在上午十点下午四点之间,在室外晾晒三小时。 除了外界我们接触到的地方,我们的人体上也有一个地方最容易遭到血栓菌的进攻。 二,嘴巴里也藏着血栓菌,老人感染风险最大。 血栓菌在身体里最喜欢藏在牙齿中,换了的名字叫做牙周致病菌。 致病菌在牙周组织中,一旦进入血液循环,这些细菌表面有一些菌毛, 可以像小钩子一样挂在血管内皮上,破坏血管内皮,再局部诱导动脉周样硬化。 欧洲的一些文献表明,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,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牙周病患者。 同时,有牙周病的人比牙周健康的人,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1.5至2.1倍。 芬兰某研究团队对75例脑梗患者的血栓标本进行了研究, 结果也发现,约84%的血栓中有口腔链球菌的DNA。 如果你的口腔中有牙周致病菌,早期会有口臭,之后可能出现牙齦充血红肿, 易浓,牙移炎症,进一步扩大,导致包绕牙根周围的骨头丧失, 就会出现牙齿松动。 很多中老年人的牙齿脱落,其实都是牙周病导致的。 要减少牙周致病菌的存在,正确刷牙很重要。 横着刷或竖着刷都是不对的, 横着刷很容易导致食物残渣、菌斑等存留在齿缝中, 竖着刷则可能导致食物残渣和菌斑存留在牙银的银沟中。 正确的刷牙方式应该是, 牙刷与牙齿保持45度夹角,轻轻振占, 让刷毛进入齿缝、银沟, 镇松食物残渣和菌斑,再顺着齿缝清洁。 口腔内牙齿保护得越好, 阴牙周致病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低。 但很多中老年人都存在老掉牙的情况, 这就会使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增加。 研究表明,口腔内牙齿缺失低于9颗, 出现动脉硬化斑块的可能性约46%, 如果牙齿缺失超过10颗, 动脉硬化斑块的风险约60%, 在牙齿脱落后, 很多中老年人会常年佩戴一尺, 却从没重视过一尺清洁。 有研究发现, 在佩戴一尺的人群中, 血栓菌的减出率高达80%, 清洁一尺, 光用牙膏刷洗、清水冲洗等是不够的, 可以使用专门的一尺清洁片, 能减少细菌残留。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的三花一叶茶, 可以漱口,又可以饮用。 菊花、金银花、淮花、薄荷叶个时刻, 开水泡10分钟后, 可以先用此茶数一遍口涂掉, 然后再慢慢饮用。 薄荷叶清凉、爽口、喧沸。 金银花可清热解毒, 抑制牙周细菌。 菊花清肺热,清味热,清肝热。 槐花可止血。 死茶饮适合肺胃有热的人, 比如经常上火,口腔有异味的人, 对于患有牙周炎和肺部疾病的朋友也很有帮助。 平时容易拉肚子,脾胃比较寒凉的人, 尽量只用它来漱口,不要饮用。 日常生活中,有什么简便的方式, 可以最大程度预防血栓, 守护心血管健康呢? 三,牢记这几杯救命水。 心血管专家胡大义曾说, 十个心梗,九个可被预测。 六个心梗,五个可以被预防。 那么,我们该如何预防血栓? 血液粘稠时,血流减缓, 更易凝结形成血栓, 而早上四至七点是足重的高发时间段, 与血液过于粘稠有关。 其实,家家户户都有三杯救命水, 不但能解渴,还能降低血栓风险。 第一杯,睡前喝200毫升。 第二杯,起夜时喝100毫升。 第三杯,早上起床刷牙后喝200毫升。 因为人在熟睡时,会丢失体内水分, 造成血液中的水分减少, 血液粘稠度增高。 而清晨血压也会升高, 血小板活性增加, 进一步增加血液粘稠度。 因此,这三杯温水常被称为救命水。 四,每天一万步能救人一命。 临床经验表明, 每天一万步有利于慢性病的稳定与康复, 改善血液循环, 减少血液中的代谢物, 甚至可以救人一命, 尤其是对稳定了的关心病梗塞, 心脚痛等患者。 简单的走路为什么能救命? 如果一根血管在漫长的时间里, 逐渐变得狭窄而闭塞, 到最后可能会完全被血栓毒死, 造成心梗等疾病, 危及生命。 但若在它逐渐狭窄的过程中, 其他正常的血管能伸出援手, 建立新的侧脂循环, 就能保证血流的畅通, 并帮助心肌攻血, 就好比搭建了支架。 除此之外, 它也能有效降低静息心率, 坚持三个月左右, 可以明显改善心率, 保护心脏健康, 改善血液循环。 3加7更有效, 每天连续行走3000步, 大约耗时30分钟, 然后在一天内, 零星累积剩余的7000步。 当然, 循序渐进也很重要, 尤其是一些腿脚, 不是很方便的老年人, 一定得量力而行, 走到微微有些气喘, 但又不影响正常说话, 就可以了。 其次就是1357运动法则, 对于健康群体, 也可以做些其他运动, 但有一个1357的运动法则。 如下, 1.坚持每天运动一次, 连续运动30分钟, 距离运动可以缩短到15分钟。 2.每周至少运动5天, 保护心脏的运动心率, 以170次减去自身的年龄 作为每分钟的标准心率。 这是一个合适的运动指标, 可上下浮动10次左右。 总之记住动这一个字, 每天都动起来, 才能血栓不上身, 一生五栓。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。